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黄厉坤怎么眨眼就老了,一席印花长钱太险暗沉,35岁穿出老七横秋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黄厉坤的长相很古典,他的五官精致,眉眼带笑,自带了一种清冷的气质,无论是仙气四溢的古装造型,还是时尚感极强的现代装,他都能够完美驾驭, 不过女神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时候,某次出席活动时,黄厉坤身着了一件黑色的印花连衣裙,一改以往的清爽美人的形象,看上去有点显老,黄厉坤选择的这件黑色的印花连衣裙采用了方领的设计,让他秀出了锁骨与肩颈,非常具有女性气质,不过整体造型看上去却沉迷又花少,最大的问题就是图案过于的暗沉, 加上大面积的黑色显得并不那么出彩,绝访面料比较轻盈,穿在身上格外蓬松,还好连衣裙在腰部的位置,添加了收腰的处理,不然效果看上去只会更加的凝肿,在腰部的位置加入了绑带元素后,能够凸显出王立坤的锋利腰, 让她的身材看起来灵红勇致,增强曲线感,飞袖的存在可以起到轻盈体态的效果,让整个人在举手投足之间,显得更为飘逸贼性, 演衣裙虽然融入了很多元素,但是将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,却有点杂乱无章,并没有很符合王立坤的气质, 王立坤一直被称为素脸女神,很是清淡优雅,不过这条裙子确实显得过于暗沉, 有点老气冯秋,不如其他造型好看,王立坤的私下卢克年轻肉高级, 身着的T恤和长裙,既显出时尚的一面,白色的T恤是百搭又时穿的单品, 无论搭配什么都不会有违和感,价半身的这一条蓬松感很强的半身裙, 加入了黑白配色的格纹图案,黑与白的融合交汇,高贵雅致,看上去很有韵味, 搭配上一头旗尖短发,好像是一个凌家大姐姐一般,展示出了自己的温柔本色, 白与黑的碰撞在王立坤的身上,展示出来的效果高级又大气, 让她的气质更上一层楼,白色的连衣裙搭配上黑色金属腰风,显得纯洁又沉稳, 成熟的气质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,白色的连衣裙采用了双层的设计, 里面的一层内衬,有效地防止了走光的问题, 外面的一层尾丝刺绣高雅别致,很有艺术感, 绣口宽松,类似于蝴蝶绣的剪裁, 对于手臂上有坠肉的人来讲,也是非常友好的, 腰间采用了黑色的腰风点缀,让她的蚂蚁腰被完美地勾勒出来, 看上去更有女人味了,王立坤的气质清新脱俗, 在娱乐圈都非常的少见,她穿上西装来已是一截, 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,深蓝色的基础款西服大气利落, 非常符合她给人的低调印象,蓝色深色又耐看, 内搭的一件蕾丝边的黑色盾面吊带,随性乐时尚, 即使是职业装也被她穿出了庸满饭儿的感觉, 下半身的A字形腿短裤有效地缓解了跨宽的问题, 遮盖了臀部的坠肉,收出大长腿,看上去大方得体, 知性极了,换上了预期浅粉色的薄纱裙, 画面美美又浪漫,姐妹指出MAX, 纱质面料不仅具有轻盈的质感, 同时又比较蓬松,可以很好地起到修饰身型的效果, 王立坤的这一件粉色纱裙,采用了渐变色的设计, 灵重自然,让她如同仙子一般美人美幻, 连衣裙在腰部加入了收腰的剪裁, 能够将她S型的曲线完美刻画, 展示出凹凸感十足的娇好身形, 极具公主范儿的同时,又不乏女性气息, 脚踩一双水三高跟鞋,华丽感扑面而来, 许久没有脸系的王立坤, 总给人一种突然就老的感觉,明明35岁而已, 尤其是在乘风破荡的姐姐里,法令人很深, 整个人老太明显,文字原创,不骗来自网络, 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,请今天穿什么, 请紧穿搭红黑绑紧爱托槽时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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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